抽出卡片就得念出相对应的足语 台南是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 为了让足语学习更加灵活 增加学生学习意愿 打造一套布农足语桌游 希望来透过一些可能一些教材辅具 来让孩子可能从语言跟文化来着手 因此我们设计了这一个桌游 那这个桌游大概可以有四个游戏的方法 那从游戏的过程当中 那希望提升孩子的听 说 唱 藉由他有大量的机会来训练 而设计教材的足语老师提到 这次桌游内容加入足语签词表 足语情境练习 让学生玩乐同时也强化足语能力 这必会有一个问题 叫做请你用一首足语歌曲 就是表演一首足语歌曲 然后小朋友就很习惯 这个游戏我们尝试了好几次我觉得还不错 其实那个跟签词表是有关系 然后很多那个单词啊 单字啊 就是有的是跟动物有关系啊 或者是植物或者是那些吃的比较简单的单字 足语老师表示要学生背单字 练习文法可能显得乏味 而这套布农族桌游 让课堂不再死板板 学生能在玩乐中学习 原新闻大部台南市采访报导